看着镜子 脸上皱纹多了几条 肉也松了 皮也垂了 根据史丹佛大学最新研究 人的老化不是缓慢稳定的过程 而是在44岁和60岁左右 分别会经历一次断崖式衰老 除了医美 近年来再生医学的大明星 就是外密体 外密体的意思就是说 只会分泌一些外囊泡 非常小的一个particle 它大概占120个nm 非常小 之前大概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 发现了这种外密体 那因为它里面含有的特别的成分 就是所谓我们叫做MicroRNA 非常小的RNA 还有特别的蛋白质 我最近在国外也在参加几个 国外的学术活动 大家已经投入在这外密体的研究 因为第一个它的吸收非常快 安全性也高 因为我们只要吃一些化学物质 它有一些代谢问题 吃久了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那我觉得外密体呢 它是可以直接 可以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去调节我们这些基因的表现 或者是抗发炎 外密体很早被发现 但是大家以为它是细胞的废弃物 直到近几年 发现这种细胞分泌出来的囊泡 里面包着核酸 蛋白质 糖类 脂质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可以穿梭在细胞和细胞之间传递 而且它的生理和病理上有正面作用 许多研究团队也在关注植物外密体 国内这边是可以有条件的 必须要申请动物体的 植物体那是没问题的 植物体是我们本来就在吃的 因为它是跨原性的 跨物种的 所以它安全性是没有问题 那最近已经有在做临床研究的 大概就是从大蒜还有浆 食物的外密体确实是可以调整人类的疾病 包括带血症候群 包括癌症 还有包括最终的糖尿病也有做 那荷叶外密体在我们的本草甘木里面 荷叶本身就是一种中药 那它是药食两用的 荷叶的外密体是我跟博会开始启动研究的 目前已经有拿到INKEY的这个证号 也就是说一个国外的 国际的这种化妆品牌的成分 这是被认可的 那我们研究都发现 荷叶的外密体它可以调节 我们的身体的发炎反应 它可以修复一些皮肤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细胞修复的模式去证实 植物性外密体主要稳定性较高 萃取范围广 用途多 还可以合法添加在保养品 现在还有结合植物荷叶 和动物羊胎盘的双外密体 羊胎盘它有可能是一些干细胞 这在化妆品里面可以使用 那荷叶外密体它可以透过调节我们的皮肤的细胞 那这样两个就可以合并这种加成的作用 我们想办法去拿到一个特有的技术 或者是拿到最好的认证 所以我们植物外密体拿到首家台湾英体的认证 植物外密体让不同的一个肤质跟不同的年龄层的方式 都可以很快地去进入这个东西 外密体在医美应用上前景看好 但身边上各种外密体医美保养品 容易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消费者更要确保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产品 黑猴健康 综合报道